5、4、3、2 那它衍生了非常多的网路站和在网路上面一些工坊 那这些资讯和这些技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从那时候就开始想说 我们要去Cook这样的一个Free Talk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HitCon举办的活动可以更贴近社群 跟社群有一些交流 所以我们另外邀请了CTF的智人 TSJ的Splitline 有来跟我们分享一些CTF的经验 它怎么样把一个实际的网站的漏洞 然后出成一个CTF的题目 那中间有很多用了很多的技巧 那稍后它会为我们做深入的说明 所以这个第二个Talk CTF经验分享 是比较面向于学生的 那接着我们其实今天第三场Talk 是比较面向研究员的 那台湾其实在技术实力非常强 在比赛或者是在很多产业其实都做得很好 但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陈述自己的研究 和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研究 对 所以在今天第三场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在HitCon我们的审告委员们 我在看别人稿件的时候是怎么看的 那有哪些重点 大家常犯了错误 让未来大家如果在投稿不只是HitCon 如果是投稿Blackhead DEFCON 或国外的conference的时候 都可以更有条理的去说明和分析自己的研究 那今天在活动开始前 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和经济部工业局一起合办的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工业局的林清新 检任记政来为我们致辞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林记政 哈喽大家好 台湾海客协会的伙伴们 以及现场线上的企业先进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代表工业局 参加今天的这场的HitCon的Q Talk 那在这里呢 首先代表工业局 恭喜前几天得到消息 台湾的战队 在今年的DevCon的CTF 线上资格赛 取得第二名的佳机 那这次获得决赛资格的队伍 我们看到大概集合了台湾的四个世代 总共有53位的CTF竞赛的高手 而且成员多半是学生 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说 国内的这个学生的社群 在资安领域的人料 所以这边呢 代表工业局也恭喜各位 各位的努力 那也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这里面的取得这样国际赛的这样的成绩 其实我们的资安的能量是全世界都有看到的 那讲到这里呢 其实我记得 几年前我们李局长还是在当副局长的时候 其实就很支持这个 EvCon 以及资安的一些社群的一些活动 那特别是CTF竞赛 那站在政府这边 工业局这边也长期的全力的support 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培育国内的资安人才的地方 那也希望台湾的资安人才可以进一步跟国际接轨 那促进产业技术人才的交流 那我们也非常重视这个资安的产业的技术跟社群的发展 那当TeeCon跟我们讲有这样子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是很高兴也全力的支持 那今天在场也有TrainMyCore DevCore 还有OE智慧 TX1 都是我们推动国内资安产业合作的很重要的伙伴 那近几年来我们的国内资安的人量 没有局限在不只局限在国内市场 而且跟进一步跨国际的合作 像美国日本新加坡欧洲等国家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其实近年来乌克兰持续遭到俄罗斯的这个网路攻击 那在近期的俄乌战里面 更加剧的资讯战 那我们其实都在看地面的这个武器的打造 其实背后里面 其实这次充满了很多的这种网路资讯的作战 例如DDOS假新闻社交工程 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 还有ATB的攻击 那这场战争也让我们意识到说 网路战对人们生活带来的一个严重的冲击 那也成为这个战争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台湾跟乌克兰有的相似的地位 那有建议此我们也跟要注重这个资安的防务意识 跟实战的经验的提升 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交流主题 让大家来共同思考 如何在网路战中保护台湾 那最后我们也希望说世界 我们也不希望有战争 那世界可以和平 那另外在疫情的情况之下 那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那最后这个代表工业局 祝福整个活动顺利圆满 那大家收获满满 那有一些新的思考跟体会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记政的支持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活动可以顺利 对今天活动非常的复杂 因为到后面我们会有 现场讲者的短讲 还有线上的短讲 还有线上的讲师 和现场的讲师 对 所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部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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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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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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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